Hello 大家好 今個星期六5月14日就是佛誕了 大家有沒有想過自己可以畫一張佛像畫呢? 不如我們現在試一下吧 開始吧 首先我們會用木顏色起稿 因為今次我用的材料都是主要水彩的 所以我在打稿的時候 我就不是用圓筆去做 我就選擇了用水溶性的木顏色 因為我之後用水彩的關係 也是因為現在的稿是水溶性木顏色 其實我加水的時候 顏色就會自動融在水彩上 所以我們可以避免有時候 起稿很大力 或是圓筆線太深色 就凸出圓筆線 這也是其中起稿的方法 大家也可以嘗試一下 而在稿的部分 其實我今次最主要就是畫了一個佛像 然後就是畫了一個類似蓮花的圖案 然後後面就是有一些花 而這些花其實都是一些很簡單的形狀 譬如用一些圓圈或橢圓形 去做一些花的形 所以對大家來說都應該很容易掌握 到這裏 其實一直在做的就開始上色了 首先我會先上黃色 主要是身體和臉的位置 都是用黃色去做的 之後呢 其實我會上蓮花的顏色 都是用一些粉紅色 紅紅色的 然後下面的葉都是用綠色的 很多朋友都會問我 為什麼他們合水彩會用得這麼快呢 主要都是因為他們未了解 顏料和水份的份量 變成了他們擠的顏色就很多 但是相對下的水也是很少 於是他就發覺自己的顏色做得很實 但是又沒有了那個透明的感覺 所以其實我們去練習水彩的時候 都要留意一下 其實是不是需要那麼多的顏色呢 又或者水份會不會其實不夠呢 這些都是做水彩和練習水彩的時候 都需要去特別留意的地方 其實水彩呢 都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效果出來的 那就要因應你做那幅畫 要求的效果 或者究竟是想怎樣做的呢 那去到這裡呢 其實我在佛像頭的外圍呢 我都做了一個 好像一個光環的黃色的 就是圍住了佛像頭的位置 但是呢 都要留意一下 因為呢 後面是有些花的形 如果譬如大家 忘記了留一些花的位置呢 那可能就會整個 後面的花 就最後做會突出不了的了 而且顏色呢 亦都會混濁了 所以大家也要留意一下啦 其實當我做後面的花的裝飾的時候呢 主要都是用一些比較淺的顏色的 因為我希望這幅畫呢 那個感覺呢 出來給別人的感覺 都是一些很淡的感覺 所以我就避了一些用深色的地方 那譬如我的海呢 我都是用淺藍色啦 或者是天空啊 其實我都是偏向淺一點的顏色的 那甚至乎 好像你現在看到我畫的花呢 其實都是偏向 雖然 譬如有些紅色啊 橙紅色啊 但是其實我都是比較混濁的 水一點 那令到它的顏色比較透明一點 還有比較上是淡一點的 還有畫到這裡呢 我相信大家就比較容易看到 我後面所畫的花型 那其實你看回呢 我畫的那些形狀呢 其實真的很簡單的 並不是說有什麼特別的技巧啊 或者是說有什麼很高的難度在這裡 那所以其實如果當大家試的時候呢 我都會盡量用一些簡單一點的方法 去給大家看 或者是簡單一點的形狀呢 去畫給大家看 那希望大家可以容易理解 容易去做一幅屬於自己的話 在這裡提一下大家啦 如果大家呢 想把自己的畫呢 做淺色的時候呢 就一定要少的顏色 多的水分 而在譬如你相同的地方 又想做一些陰影下去啊 那時候呢 你的顏色呢 就需要加多一點 而水分呢 也都相對來說 需要少一點 那就令到呢 你做的部分呢 可以有一個深淺色的效果啦 那當我上天空顏色的時候呢 和海的顏色的時候呢 其實我最主要都是在兩邊的角位 和畫紙的頂的部分呢 其實我就加顏色的 那跟著 向中間位 把顏色移動的時候 其實我就是 那支筆 我是水來的 那就是旁邊的 把顏色呢 向中間的位置呢 游上去的 那等它旁邊的角頭的顏色 那個藍色 比較深一點點的藍色 可以向中間化到的顏色 那到現在呢 那底基本的顏色呢 都做完了啦 即是要有顏色的地方 都差不多 七七八八 那現在就會將一些細緻的位置 一些陰影 就做回效果出來的 那等可以更加突出到 整幅畫的深淺色 或者立體感 也都是在這個時候就開始做了 如果大家呢 都會平時畫一下畫 畫到一些作品呢 不妨大家交流一下 哦 傳一些作品過來 大家研究一下 或者是你有什麼方法呢 都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那等我呢 都可以知道 大家在用什麼方法去畫畫 可以 令到大家的畫作可以更加進步 畫畫的方法呢 其實有很多種的 最重要就是 看看哪種方法 其實是最適合自己的 那可能A畫的方法 又未必適合B的 又或者B的方法 又未必適合A的 其實都是主要看 譬如你用那種方法 對於你自己來說 會不會熟手一點呢 或者是對於你來說 可能是做得好一點呢 就是這樣的 我希望透過這條頻道呢 去介紹更加多的有關藝術的資料給大家 包括了不同顏料的做法啊 或者是一些DIY的手作啊等等 那也都希望呢 大家可以將自己平時做的手作啊 或者平時自己畫的話呢 跟我分享一下哦 如果呢大家一起交流一下呢 我相信大家的進步會更加快的 畫到這裡呢 佛像的眼耳口鼻和頭髮呢 都比剛才清晰了很多了 那除了佛像需要做深淺色之外呢 其實後面的花呢 我們也是這樣做的 用一些深淺色的效果 去表達它的立體感的 除了用深淺色之外呢 其實我也有做一些花的線條裝飾的 因為我的花形比較簡單 那我就用了一些線條呢 去令到它的花形呢 更加突出 還有可以加些不同的花紋進去 令到那幅畫呢 那個花呢 就沒有那麼沉悶的 那大家也可以試一下 用不同的圖案啊 這樣去做回去的 那葉都是會這樣做 還有呢 和花你留意一下呢 我做的時候呢 其實我是不停在由下面 拉一些線條上去的 那其實這個動作呢 也是幫助那個荷花呢 有一條條的花反裡面 有一條條的紋出現了的 現在畫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正正我剛才所說的 我都會在下面拉一些線條上去 令到那個荷花呢 有一些花反的紋 那這個動作呢 其實你做了出來之後呢 是會令到那個花形呢 更加突出 還有不會說只是 只有一片顏色 那這樣呢 令到那個人看上去的感覺呢 會更加吸引的 對 對 好像不一樣的 好像不一樣的 好看 是 可以 到這裏就開始製造 還有荷花下面的水線條 我也是選擇了用淺藍色去做 因為我做的時候都是偏向淺色的 所以你看我做完一幅畫之後 整個效果都是很淺很淺色的 希望大家可以看得清楚 之後我會再放一張照片出來 可能那個光線好一點 大家就會看得清晰一點 做完水的線條之後 我就做天空的線條 兩個做法都有點不同 水就會是用一些彎彎曲曲的波浪型 而天空稍微多一點圓的感覺 盡量可以分開水和天空兩種不同的線條 看上去的感覺也會比較清晰一點 做完天空之後 其實都已經接近尾聲了 這時候就是修飾了一幅畫 我畫完剛才那些部分之後 就發現佛像的面和線條都不太突出 於是我在埋尾的時候 再次把線條再次加深 希望佛像的形態可以更加出來了 所以你看到我加完之後 都可以開始看到佛像是清晰了的 除了臉的部分 其實我連頭髮 還有一個身體的邊線 我都逐一點去加多一點的漸變色 或者是做深一點的效果 很多時候一幅畫做到最尾的時候 通常都有些地方 總是自己不太滿意的 例如之前想出到清晰的地方 又或者之前想做到主題的地方 都可能去到最尾的時候 發覺不是很突出 或者是有一點點不夠的顏色 那去到埋尾的時候 我通常會把這些地方 更加仔細地做出來 所以都是看整體多一點 那有時候可能 你以為之前可以出到的地方 有時候不見了 那就是這個部分就修飾了 正如我之前所說 因為這次這幅畫 那個顏色比較淺 那可能我一路做的時候 大家都是比較困難 去看到我的仔細的位置 或者是一些圖案的 那我這裡就特意拍了一個 比較近鏡少少的 那讓大家可以容易些 再重溫我剛才所畫出來的效果 那多謝大家先啦 那今個星期的示範呢 就到這裡了 那下個星期見了 那記得呢 如果喜歡我的分享 或者是想我畫些什麼 記得留言給我 還有一件事就是 記得follow和share我的頻道 那下個星期見啦 多謝收睇 拜拜 拜拜